你愿意嫁给我吗 余生请多指教改动好多处援助 林老师活下来 前女友高医生求复合 让粉丝等了三年的余生请多指教开播之后 网播和收拾齐飞 现在虽然大结局了 但点击量依然水涨船高已经超过40亿了 肖战和杨子的角色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克制内敛的顾医生与活泼勇敢的女大学生 两人经过重重波折 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终成眷属 实际上这部剧的剧情在原著的基础上有很多的改动 不少情节与原著差别不小 甚至角色的人设也有改动 为了尽快的上兴 剧方删改了不少 1.角色人设 这部剧中改动最大的是林志孝的人设 原著中他比顾医生小6岁而不是10岁 他是一名出色的乐手 在自己的领域也小有名气 并非林志孝的中等水平 而是出力拔岁 林志孝从知名乐手变成了女大学生 可能是为了角色 有更多在医院的时间相处 初期医院的戏份占比很多 一个乐手显然没有这么多时间 待在医院陪父亲治疗 少了与顾医生相处的机会 第二 高医生是顾医生的前女友 观众也发现 剧中有几处台词和嘴形对不上 只要集中在高熙和顾薇这里 其实原著中的高熙是顾薇的前女友 两人曾经真正交往过一段时间 他多次帮助顾薇 一心想重修就好 这也是顾医生父母 为什么经常让高医生来家里 因为两人恋爱时 高医生是经常去的 高熙和顾薇独处时 自然地牵住顾薇 对方也没能撒开手 侧面说明 二人确实交往过 其实剧中也展示了这一段 但由于可能会涉及三角恋 于是改成了暗恋多年 第三 相处方式 原著里两人都比较独立成熟 从来没有那么溺外过 算是平凡的细水长流 而甜宠剧 加了不少亲密的戏份 虽然没有网传的五十场 但二三十场真的有了 两人的互动 确实与原著相差很大 从老夫老妻的模式 变成了热恋的小情侣 顾薇生也有反差萌 原著中顾薇生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第四 林老师的病情 简单又温馨的剧情中 林老师的结局令观众一难平 男女主相识 受由于林老师的胃病 整部剧中她一直在治疗 而且病情一直好转 在末尾却扩散到了肝脏 原著里的林老师是治愈了 电视剧可能是为了缺憾美 把角色写下了线 让观众更能有记忆点 另外催化了两人结婚进程 第五 原著中那些浪漫的句子 在原著中有很多绝美句子 可能是余生经费不够的原因 有很多都没能用上 现在让我们深挖一下 那些浪漫又温馨的句子 一 爱就是给予对方最大的人赐 既然我舍不得与你分开 那么就把所有的信任全部交付于你 感情的世界特别狭窄 只容得下两个人 不是水小气 是多出一个人 就会让所有人都窒息 心动可以只是一刹那 信任却要天长地久 所以轻易不要开始 轻易也不要说放手 二 曾经我以为自己是一个 没有什么占有欲的人 现在发觉未尝不是没有 只是不够喜欢 所以不曾放在心上 占有欲也并非绝对是一个坏东西 但有些东西 有些人 有些事 是值得我们去倔强一下的 儿时的玩具可能分享了就分享了 但长大之后才知道 有些不能分享 一旦松手了 就再也没有了 三 缘分真的很奇妙 他从来不等人 倘若你当时回过头来 或许我们会有一场开始 但是一旦错过了一个路口 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这是援助中笑笑给学长的话 有些错过或许真的就是为了迎接更好的 也许是因为青春正好却时候未到 也许是因为自己还站得不够高 在擦身而过的遗憾中 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 才能遇到未来的美好 四 生命总是不断轮回 我们不能控制他的来去 所以我们坦然面对曾经经历的 珍惜正在经历的 对即将经历的抱持希望 这样至少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可以安详平静 没有缺憾 这是典型的心灵鸡汤 听着特别对 说着特别温暖 但是做到却特别难 能做到的 大概就是杨将老师说的那样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于从容 继续修行吧 在有生之年 五 幸福有的时候 无关承诺多少 无关一起做过什么 甚至无关所谓的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幸福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陪伴 就是你知道 你的生活里 有一个人 他一直在哪会离开 或许这就是婚姻的意义 年轻时忙忙碌碌 暮年时闲得来空 有人陪你看夕阳种花草 少时夫妻老来伴 爱情经年的沉淀之后 那份让你远离孤独的 安心 或许就交幸福 在现实面前可以有理想 但不能有幻想 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 该努力的努力 走一步踩实一步 这就是最好的人生 学霸也好 精英也霸 让人羡慕的天才们 也是从压压血雨 到站在巅峰 普通的我们 既然不用爬那么高 就尽自己所能 一步一步 不慌张地去吧 七 记住了 以后不要把伤口 接给不相干的人看 他们看的是热闹 不会心疼你的 这就是林之校 对工程师三三说的 听起来有些残忍 但现实确实如此 何必用自己的血泪 给别人讲故事 谁都不是宝宝 不缺你这个睡前故事 八 聪明的人之所以成功 从来不在于 他们做了什么 而在于他们选了什么 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 大家只看到了他们的德 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舍 小到一顿饭 是吃火锅 还是吃烤肉 大到选个专业 选个工作 生活充满选择 舍于德 暂且不论 但至少我们该有 坚守选择的信念 既然放弃了 就不要再好奇 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了 否则害人害己 九 老人家和年轻人 表达思念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似乎越年轻 越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 越是年迈 越恨不得 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经历不同 自然处事方式也不同 感情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属 有些思念如陈年家这样 越是经历了年月 越是浓郁沉乡 十 石头仍旧是石头 不论日常琐碎如何 冲刷浸泡 棱角不在 他始终都不会变成熊木 身在染缸中 太容易 静默者黑 静珠者赤 许多人被环境所改变 孝孝始终相信 顾医生 他永远都不会坚持 自己的原则 无愧于心 余生请多指教的剧情 在原著的基础上 修改了太多 主要为了顾薇和林之笑 这对爱侣的情感 所有情节都进行了推进 让两人更顺利的恋爱结婚 其实这部剧作为一部偶像剧 确实很超出了预期 除了两人的爱情 还有亲情和友情 特别是林之笑 与父母的相处 也打动了不少观众的心 很多观众似乎在生活中 也见过这样温馨的家庭 如此相濡以沫的老夫妻 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 进行点赞 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